台湾軍事教德團 我到年來跟你說 台灣軍事教德團的故事 各位台灣熱鬧的青年 做兵是國民英臣的天津 現在孫林將軍在成立台灣新軍 台灣新政府開始發佈正一年 先要精算四千五百名的新兵幹部 現在第一批兵就是 台灣軍的幹部是特別優待的 你若是民國十七、十八年處 假定鐵尾 先志願、先優先 不志願就抽籤 抽籤的時候 好啦 一時抽到第一號 第一號 所以就你包我一頂 再給我一頂 如果要三個 大家怎麼會拿到一頂 大部分人都是志願 我是抽比較有抽到的 請問一下 這如果是抽籤抽到 那不可以賣去 抽籤抽到怎麼可以賣去 那就是要讓志願 這志願人數不夠齁 你就去國抽籤了 這新兵要做多久啊 有問題 齁 你來就可以了 台灣軍事高德團 是要訓練台灣的新兵 以後都說 保護台灣 香港大陸 是一個最好的一錯 所以我告訴大家 投入很大的希望 全世界幼稚青年 國交以下 大家都去志願 沒有抽籤進行 我們四個 前往前都在電影 電影 我們四個不免得在抽籤 用我志願來作兵 那時候爸爸跟他去抽籤 他說 老婆婆 你怎麼會來 老婆婆來 老婆婆 你當然沒有老婆來 志願參加 人生就是採取的 還有很多愛國青年 都是志願 我參加臺灣就是加在臺灣 我又自願參加 今天 現在有出賓了 熱心的強烈 熱烈的紀念當兵 主動共產黨的情緒 只要共產黨 學都比美國退場還欺負 弘某們 讓我們一起保衛大臺灣 以上是訓告我們在特別節目 有興趣我們為您報到 黑白來的軍門消息 謝謝收聽 謝謝